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31号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Frank 在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显示了诸多危险信号的大背景下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虽然中国政府对本次博览会的期待和重视程度都非常高 习近平也将亲自撑场 但是以川普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高调集体缺席 令本届进博会在开幕前就遭到了冷遇 贸易战背景下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进博会的地位以及筹办的规格都被提高了 以作为中国试图表明要增加进口 和进一步开放的信号 是一种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经济活动 为此上海市还专门调整了进博会期间的公众休息日 届时 约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工商界人士 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会参加首届进博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据日本朝日新闻31号报道 中国政府对这次进博会极为重视 在上海一带构筑起了密不透风的监视网 据报道 中国在6个月前就开始在进博会周边 设置了1万台以上的最新型人工智能搭载的监视摄像头 强化治安 确保万无一失 尽管中国试图寻求通过本次进博会来对抗自身不公平的贸易形象 实际上并未让所有人买账 有分析指出 参加这次进博会开幕式的元首 基本上是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利益重大的国家 除了德国 巴西 加拿大这些国家以外 基本上没有跟中国在贸易关系上排名前十的 换句话说 出席典礼的国家元首基本上只是政治上相对比较重要 在28个国家馆中 虽然有德国 巴西 加拿大跟中国有巨大贸易量的前市民 但是美国不参加这次进博会 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这次进博会在政治上遭到了相当的打击 或者说不够成功 而就在开幕前夕 韩国忽然降低了参加中国进博会的人员规格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 韩国方面原定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出席这次的博览会 但最终却降低了与会人员的规格 由市长级别来出席 据了解 这是因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 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的会晤最终未能成行所致 仔细观察的话 自从贸易战开打之后 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地下降 今年4月 中共在海南省举办了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年会 与往年相比 不仅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缺席 甚至连中共拼命撒钱的非洲竟然也没有一位领导人前来捧场 随着中美对抗的不断加剧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正在逐步地化解 川普正在通过一对一的谈判构筑新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 川普表示 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有望在2019年全部达成自由公正的协议 尤其是川普对中共的指责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特别是对于中共窃取知识产权问题 甚至连中共竭力拉拢的俄罗斯也感同身受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借助本届计谋会宣布新的改革措施 但北京坚持认为 这一盛会已经展示出其想削减顺差的意愿 而这种意愿同样令外界也并不感冒 分析人士指出 晋博会还释放出了另外一个信号 那就是随着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向以消费者购买力为导向的经济体过渡 其他国家若想分得一杯羹 就需要以中国提出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一些国际商业人士私下表示 晋博会会转移外界的注意力 让中国延迟消除保护其本土市场的壁垒 早在今年的7月份 中国官方就大张旗鼓地宣布 首届晋博会已签约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超过了180家 累计共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签约 随着会期的临近 中国媒体赞扬歌颂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海外媒体对于进博会的预期并不算太高 韩国朝鲜日报31号报道称 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没有开 就注定会遇冷 报道称即使中国方面信心满满打算向全世界宣示全面开放的意志 但是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不参加 会让这次会议的效果大打折扣 美国之音31号报道分析 很明显美国不派政府官员参加表明了不愿意为中共背书 如果仅仅用出口来解决中美贸易战 那么在第一轮和第二轮谈判的时候 中方承诺要扩大700亿甚至1000亿的采购 就可以解决贸易战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已经表明对贸易战还有更大的要价 不参加就是态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进博会将会产生多大的效果 最终要看它的签单数量才能评价 目前中美贸易战火不断的升级已经延伸到了其他领域 国际社会在美中之间存在着选边站的问题 随着美国对中共全方位的围堵 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站在美国一边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此前就表示 美国将很快组建一个联盟 以应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有分析称不难看出 川普对华贸易战的核心目的 就是要联合全球孤立中共围剿中共 从这个角度看 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政要这次集体缺席就顺理成章了 这场国际一流的进博会 很可能也像厉害了我的国一样 最终成为中共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追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Frank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